萧妍站在炼药台前 眼神专注 炫白火焰在她手中跳远 如同一只火焰精灵 她的动作流畅而精准 每一次药材的加入 都仿佛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北宇坚透露出一丝坚定和自信 仿佛整个世界在这一刻都静止了 只剩下她和那团不断变化的炫白火焰 周围的空气也因高温而扭曲 却无一丝烟尘 显得极为纯净 她身体周围 神火本源如液体般旋转 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仿佛是星辰落入凡间 随着她的每一个动作 那神火本源便愈加活跃 与她的气息心跳都融为一体 炼丹炉内 药液沸腾 一箱四溢 萧妍的每一次挥洒 都如同泼墨般自由流畅 却又精确无误 她的手指轻点 药力在瞬间凝聚 化为一朵朵晶莹剔透的丹花 盛开在沸腾的药液之中 既是药材的精华 亦是她心力的结晶 赛场之上 众目睽睽之下 萧妍展现出超高的炼药术 每一次挥手投掷 都带着一股不可阻挡的气势 那是自身对炼药术的领悟 是对自身潜能的不断挑战 炫白火焰突然暴涨 将所有的药材吞噬 萧妍的脸色微微一变 但双手的动作 却更加迅速而准确 她似乎能感受到 药材中每一分能量的流动 将它们引导融合 以及得到一丝升华的迹象 在这一刻 神火的本源力量 如蛟龙般游走 引动了天地间的灵气 它们在空中跳跃旋转 最终化作一股股细流 汇聚到那看似普通的炼丹炉中 炉中的药液 在天地灵气的犀利下 颜色渐渐游身变浅 从浑浊变得清亮剔透 药液表面泛起了细微的波纹 仿佛是生命有了呼吸 每一滴都蕴含着浓郁 而精纯的药力 散发出令人心旷神医的芬芳 高台之上 十大神斩老端坐其中 它们的眼中流露出难以掩饰的震惊与赞叹 尤其是天地派系的五位神斩老 它们的目光更是紧紧锁定在萧炎身上 心中暗自猜测 它是如何掌握了这门高深的天地灵气术 五位神斩老眼中闪过一丝惊逆 它们认出了萧炎所用手法的来历 那是只有它们派系中人才精通的天地灵气术 这门术法精妙无比 需要与天地灵气完美融合 才能在炼丹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萧炎的动作流畅自然 显然已经掌握了这门术法的精髓 而五行派系的五位神斩老 也感受到了这一幕的震撼 它们虽然不及天地派系的神斩 老对灵气术的了解深刻 但也被眼前那位萧炎所展现出的炼丹术 感到震惊 这手法竟融入了天地派系独有的天地灵气术 一种不亚于它们五行丹术的高深丹术 它们心中暗自思量 萧炎是如何学会了这种天地炼丹术的 而且要知道 能够掌握天地炼丹术 至少都需要达到四品药神方 才能够领悟这等丹术 为何慈子竟然在一品药神的时候 就领悟到了这丹术 简直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就在十大神斩老在吃惊的时候 萧炎那炼丹炉中的药液 正在经历一次这的飞跃 那是一种融合了天地灵气纯粹至极的精炼过程 足以令任何丹药的品质大幅提升 要效在炫白火焰中升华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郁而神秘的香气 萧炎全身心地投入 将自身的修为和对天地灵气术的理解 倾注到这一炉丹药之中 炉火和灵气的交织 不仅仅是物质的转变 更是精神与自然的对话 随着最后一缕天地灵气的融入 炼丹炉内响起一声轻微的响动 仿佛是某种征兆的开始 赛场中一片寂静 而那炉中的药液 已经完成了最后的蜕变 化为一颗晶莹剔透 蕴含强大能量的丹药 一股浓郁而古老的香味 随之溢出 那丹香 不同于凡尘俗世的香料 它纯净而深远 仿佛能穿透人的灵魂 令人心灵为之一镜 丹药圆润四珠 表面光泽流转 除了精纯的丹香之外 在其之中 还凝聚了大自然的灵气 只见炼丹炉中的丹药 缓缓出现在了消炎的手中 散发着淡淡的白雾 如同附着了一层青纱 朦胧而神秘 这枚日生丹 不仅有着令人沉醉的丹香 更有自然灵气在表面流转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纯程度 十大神斩老 再次交换了目光 彼此之间 传递着一份对消炎的 重新认识和欣赏 他的炼药术 竟已经超越了一品药神的极限 达到了一个 让三品药神都无法完成的 难以置信层次 内塔之主 则是满意无比地 看着场中的消炎 感受到那枚日生丹 所蕴含着强大力量 以及自然灵气 就足以说明 消炎的可怕炼药术 尊兄 看来你的眼光真的很独特 想必早已经知晓 这位消炎小友的炼药天赋 毕竟 拥有神火的炼药师可没几个 能够见到神火的炼药师 几乎是微乎其微 当然 在这一次炼神丹大会中 也让众多观看者 以及其他的炼药师 见到了神火炼药师的恐怖 消炎 成功晋级 消炎的胜利 犹如春雷般震撼了整个比赛现场 他的身影 在欢呼声中 显得格外耀眼 仿佛披上了一层金灰 全场观众的掌声 如潮水般涌来 他们的脸上 洋溢着激动与喜悦 仿佛为消炎的可怕炼药术 而感到震撼 在这胜利的光环下 吴雪坐在高高的观看台上 他的笑容 如同绽放的花朵 美得让人窒息 宛如初春的暖阳 融化了冰霜 清澄而国色 那笑容 不仅仅是对消炎的赞赏 更是一种久违的释放 然而 在这欢喜的氛围中 有一双眼睛 却透出了凛冽的寒光 那是大师兄 他站在人群之中 眼神如刀 直勾勾地盯着消炎 他的面容在众人的欢笑中 显得格格不入 心中翻腾着难以言喻的杀意 大师兄的杀气 如同冬日里的寒风 冷冽刺骨 仿佛要将消炎吞噬 他看着吴雪那清澄的笑容 眼中的极度之火 与杀鸡更加猛烈 似乎随时都会化作实质 将这份喜悦与荣耀 化为乌有 随着罗生的响起 前500名已经诞生 他们也终将进入最终的决赛 而这第二轮炼丹比赛 也是在激烈的比拼下结束 贪赛者由上万名炼药师之中 经过激烈的角逐 只剩下500名精英 这500名炼药师中 品贴最差的 也都是三品药神 而最高者 更是难得一见的四品药神 赛场上空 硝烟未散 余热尚存 参赛者们神色各异 有的紧握双手 嘴角露出满意的微笑 有的面色凝重 眼中透着不甘雨坚定 他们站在炼丹台旁 抚摸着自己精心锻造的药顶 或闭目养神 回味着刚刚激烈的炼制过程 空气中还弥漫着灵草药材 与火焰相融合的独特香气 久久未散 此刻 观看台上的观众们 一润纷纷 对接下来的决赛充满期待 评委席上的十大神长老 则安静地坐在旗上 细心地审视着 每一份出炉的日升丹 他们的目光 如同锋利的刀刃 似乎能洞穿日升丹之间的 不同品级 以及不同的精纯浓度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炼丹炉中的火焰逐渐暗淡 最后一缕烟雾鸟生起 预示着第三轮决赛的临近 到500名参赛者们的眼神更加集中 手中的动作 也愈加小心翼翼 他们知道 这一刻 将决定 他们是否能够成为 万众瞩目的 炼神丹大会的最终胜者 随着第三轮决赛的临近 赛场上的紧张气氛 愈发浓厚 每个炼药师 都在内心默默准备 他们将再次面对 炼药术的最终考验 他们想用自己的双手和天赋 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炼药传奇 除了观看台上的 那些观众者之外 炼时大神战老 以及内塔之主 都正拭目以待 在这第三轮的决赛中 将会爆发出 什么样的经验绝轮对决 能否成为历史性的时刻 成功晋级的参赛者们 恭喜你们 进入第三轮决赛 这一届的最终获胜名单 也从历届的十个名额 增加到二十个名额 这最后一轮的比赛 规则就是 没有特定的制定丹药 而是炼制出 你们自己 能够炼制的最高品阶丹药 那么炼制出来的丹药 我和十大神战老们 都会亲自评审 丹药的品阶和精纯度 谁炼制的丹药品阶 以及精纯度越高 那么就有可能成为 那二十个名额之一 当然 比赛的时间是三日时间 对于神之四品的神丹 就算炼制最基础的丹药 都需要花费至少三日时间 这还是针对四品药神的炼药师 如果换作是三品药神的炼药师来说 更是很难在三日时间内 炼化凝聚出神之四品的丹药 甚至还会直接失败 那么 一旦失败一次 就会大大的失去了 进入前二十名的几率 而这比赛的规则 竟然只有三日时间 这三日时间 根本很难让三品药神 炼制出神之四品丹药 毕竟 品阶越高的丹药 炼制的时间就会越久 再加上自身炼药术 和所炼制的丹药品阶不同 又会加大凝聚出丹的时间 以及失败的可能 而对于四品药神来说 它们之间的竞争 将会是更加的追求精致 绝不会炼制出 最基础的神之四品丹药 它们至少 都会炼制出高阶神之四品 在每一个品阶中的丹药 同样有着品质不同的划分 低阶 中阶 高阶 或许 这就是炼神丹大 会对自身炼药术的严格考验 只有不断地突破自己极限 方才能够获得 属于自己的那个名额 那么第三轮比赛 我现在宣布 正式开始 贝塔之主的声音 如红中大驴般 在广场的上空回荡 宣告着决赛的开始 十大神斩老的身影 若隐若现于朦胧的烟雾之中 它们的眼神里 透露出期待和严格 参赛者们也感受到一丝的压力 但更多的是一种激励 他们知道 此刻的努力 将决定自己 是否能够躋身于 那二十个荣耀的名额之中 广场中的炼药师 各自占据一方炼药台 气氛紧张而凝重 逐渐开始 有着炉火点燃 火焰跳跃 将他们的脸庞映照的通红 专注的眼神 紧绷的神情 无不流露出 对胜利的渴望 与对失败的恐惧 空气中 弥漫着灵草药材 混合的香味 参赛者们的双手 灵巧地在丹炉边舞动 添加着药材的完美比例 同时调整着火力 每一个动作 都精准而迅速 展现出他们 非凡的炼药之术 在评审席上 内塔之主 与十大神斩老的眼神 透露出一丝 期待与锐利 目光在这五百位炼药 尸身前的炼丹如间游走 似乎在寻找那最为精纯 品阶最高的丹药 究竟会出自谁手 有了之前那般轻松 更多的是几分严肃 因为他们都知道 彼此之间的炼药术 都非常之强大 所以不能掉以轻心 当然 在这第三轮的决赛中 也会让众人看到 炼神丹大会 真正高燃的部分 神罗殿 天罗殿 圣花殿 阴阳殿 他们乃是超神巅峰势力 这次直接派出 四品药神的炼药师 争取属于他们的名额 还有单神塔外塔的 四品药神 以及五位隐秘势力中的 四品药神 究竟谁能够获得 最终的第一名额 就要看他们之间 真正的比拼了 想要获得第一名额 至少都要炼制出 高阶的神之四品丹药 场中的萧炎 无比的冷静 此刻的他 已经知晓 自己所要炼制的 丹药品节目标 成功就可成为 万众瞩目的存在 失败就会跌入 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这两者之间 使得萧炎的目光 变得更加坚定 他那漆黑的瞳孔深处 即将点燃炽热的火光 五大超神势力 乃是在此雄聚一方 各自守护着自己的领土 然而 这片超级神之大陆 此刻 却被一股股强大的力量所振动 无数神奇强者 如潮水般涌来 这些入侵五大神格的神奇强者 正是神奇联盟的天军神战队 其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彻底地消灭五大神格 夺取他们所需之物 一场关乎五大超神势力 生死存亡的战役 正在激烈地展开